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們就繼續 我們的這一張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有關於期末存貨 它的成本的計算的認定的方法 那基本上我們知道 存貨的金額就是單價乘上數量 就像我們剛剛上一節強調的 這個期末存貨的庫存量 你要搞清楚 這是不是我們家的東西 所以數量確定之後 乘上單位的成本 當然就是它的total cost 就所謂的存貨的總成本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 單價乘上數量 就是它的所謂的成本 那數量一旦確定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 那你的單位成本的認定呢 那談到這個問題 很多人就會直覺的認為說 單位成本不是在買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有記帳嗎 所以你就去翻你的帳簿就好了嗎 沒有錯 這個方法就是一種個別認定的方法 就一個一個去確認 你是民國幾年幾月幾號 幾天幾分幾秒買進來的 這種方法就叫個別認定的方法 那個別認定當然我們會覺得它很有道理 這個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帳上不是都有記錄嗎 對不對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說對一個企業 它的這個商品存貨的種類很多 那一天到晚都在進貨銷貨的話 你要一個一個去確認 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好像沒有效率 而且可能人力也不夠 所以在成本就是單位成本的認定方面 我們基本上有提出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在我們的這一個版本裡面 主要是針對這三個方法 就是剛剛我們第一個所介紹的 個別的認定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就是一個一個去確認 這個東西是民國幾年幾月幾號買進來的 所以現在電腦非常的方便 而且普遍 甚至於我們都可以貼條碼 但是個別認定 它可能需要很多的人力跟物力 所以在實務上面其實是比較不切實際 除非你的這個東西它是非常高單價 這個這一棟房子是你在當Sales的這一年裡面 唯一賣掉的一棟房子 所以你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這一棟房子是幾年幾月賣掉的 所以個別認定 它可能比較適合那個高單價的東西 那你在賣那個這個高級的 這個雙B的汽車的時候 那你大概永遠也會記得是誰跟你買的 這種個別認定就比較適合在這種單價 比較高的商品身上 因為它的那個進出的這樣的一個頻率 不是非常的頻繁 那但是我們認為說用在單價比較低的 這個衛生紙、鮮奶這些日常的用品的話 那如果你要一個去確認的話 那這個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工程 很耗費人力跟物力的 所以我們有提出其他的方法 先買進來應該先被賣掉 像我們剛剛提的那個食品業 你再不賣的話 它等一下就會過期了 就會那個不壞掉了 所以first in first out 我們簡稱FIFO 就是先買進來的商品 先被銷售出去 那有些的比較fashion的東西 它可能不見得就是這樣 因為顧客喜歡新鮮的、流行的、最新、最好的 現在這個iPhone這個手機 Samsung的它已經推出了S5的系列 所以大概沒有人要再用舊的 所以可能這個行業就比較不適合 先買先賣 大概顧客上門就會問最新的手機 還有沒有到貨 所以這種行業就比較適合 less in first out 後買進來的先賣掉 所以比較追求時尚的fashion的產業 通常它就會是後進先出 那我們等一下會解釋後進先出 為什麼不在我們的這個行列裡面 那另外一種方法叫做加權平均的方法 就是在每一次有新的存貨、進貨的時候 因為進貨的時間點不一樣 所以它的單位成本就不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物價會過動的 所以每一次進貨的時候 就重新算一次它的平均成本 下一次在賣掉的時候 就用這一個新的平均成本 來算它的單位成本 所以它的單位成本在什麼時候會變呢 就是在有新購買商品的時候 因為它的成本單價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重新算一次新的unit cost 這種方法就叫做平均的成本方法 又有人把它稱為是一個加權平均 因為我們知道要算單位成本 一定要是total cost除以什麼 total的unit 你的總成本除以總數量 才可以找出每一個單位的cost 所以這個方法又被稱為是一個 加權平均的成本的方法 所以在我們這一張呢 基本上好像只介紹三種方法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還有另外一種 叫做less in first out 叫做後進先出 那後進先出為什麼沒有被擺在這裡面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介紹 所以我們的成本的流程 有假設三種的流程的方法 那你就要搞清楚 我們的行業產業特性 是比較適合哪一種方法 那你可不可以今年挑先進先出 明年就換平均成本 然後下個月這個會計辭職了 又來一個新的人 他什麼都搞不清楚 就用個別認定 可不可以一天到晚在那邊變來變去呢 各位同學覺得認為這樣可行嗎 為什麼會不好 因為他們的什麼基礎不同 在不同的基礎之下 你的報表就缺乏一致性了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會計原則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叫做consistent principle 一致性原則就強調 每一年所採用的方法 基本上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一樣的 那你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至少要在報表上面揭露 為什麼要改變新方法的理由 這就是充分揭露原則要求的 所以你一旦採用選擇一種方法以後 最好不要再變 我們因為行業的特性 我們是食品業 所以就比較適合先進先出法 那你選了先進先出法之後 就不要再變了 所以我們的成本流程的假設 是可以選擇的 但是不能一天到晚再變 那一旦選了之後 基本上要遵循一致性原則 就不要再變了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所謂的這個個別認定 這個有一個例子來說明 就會比較清楚 好 現在有一家公司 這一家TV的公司 他買了三部的TV電視 都是50寸的電視 那因為在不同日子買的 那我們知道物價會波動 所以這個物價上漲的時期 他的進貨成本就越來越高 所以很明顯的他三個不同的日期 買進來的電視 第一天買就700塊 這是在2月3號買的 那第二次買是在3月5號就750 第三次是在3月22號買就變800 所以可見的 這是在一個物價上漲的一個階段 那他每一次的進貨成本就越來越高 好 那結果我們發現說 他當年度總共賣掉兩部的電視機 那每一部都是用1200塊賣掉 這1200塊其實是他的售價 對嗎 好 但是對公司來講的話 他必須要搞清楚 他還沒有賣掉的叫做期末存貨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 所以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如果你在不同的成本的流程之下 你的期末存貨的衡量就會導致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這三部的電視機在不同的三個不同的日期 買進來的unicost都不一樣 好 那如果是在各疊認定的基礎之下 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這邊畫一個圖說 我們很清楚知道有一部是在第一次買的 所以那時候的cost是700塊 另外一部是在第三次買的 所以他的cost是800塊 所以很顯然沒有賣掉的就是這一個 他的cost是多少 就是750 所以這個750就是我們的什麼期末存貨 對嗎 那這個賣掉的有貼標籤 賣掉就是我們的什麼銷貨成本 所以個別認定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一個去確認 他可能有一個專人吧 不管怎麼樣個別認定可能比較適合的 就是高單價的物品 所以個別認定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好像在這個東西的後面偷偷做一個記號 然後把那個cost稍微標記一下 那你就知道這個東西他的當初cost是多少 這就是一種個別認定 所以很多的家電像那個電視機 冷氣機 洗衣機 冰箱 或者是我們的電腦 這些高單價的產品 其實他都適合採用個別認定 所以個別認定這個方法基本上 好像比較貼近真實的狀況 比較實際 換句話說就是在食物上面 其實他是比較貼近真實的情況 跟實際上的落差比較少 可是為什麼食物上卻很少人去採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需要有專人在那邊 你在旁邊盯著 這個東西是某年某月某日買進來的 所以通常人力跟物力耗費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其實食物上反而比較少人用這個方法 那大部分的公司都會去假設一個成本流程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先進先出或者是體均的方法 那所以這一個個別認定的方法 他就比較適合在 譬如說高單價的這些商品 而且交易的次數沒有很頻繁 像這個房子豪宅這個名車等等的 那很多的家電用品其實他的這個單價 也是滿昂貴的情況之下 也是適合用個別認定的方法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方法叫做個別認定 這個方法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